雞腿宝实在好享受 不过从15号开始 肯德基调整价格 他可要涨约一成 从原价90元涨到99元 未来会调的是哪些啊 太清楚了 他们都没有公告 店员表示没听说价格调涨 但根据肯德基公布资讯 单点蛋塔 炸鸡以及宝类 调升2到10元不等 而XL套餐涨10元 同餐类则是产品组合不同 调升16元起 单点卡拉基原价49元 涨6元 涨幅约12% 整体平均调幅约5% 而这可能也是 因应基本公司调涨 那你们那个公司都有涨的吗 有 肯德基声明表示 已经两年没调整售价 要因应餐饮成本不断上涨 只好调整部分价格 有的上涨也有的叠价 像是个人套餐 最多便宜26元 降幅最高达17% 但部分民众还是觉得不能接受 以现在的年轻来讲 是真的吃不下了 对啊 现在薪水这么低 对啊 薪水其实现在都不会调吧 对然后 现在民生物资 其实全部都在调涨 肯德基寒涨另一家素食龙头 麦当劳恐怕也在酝酿当中 麦当劳声明表示 还在评估价格结构 确认后将正式公布 汉堡王和摩斯都称 暂时没有涨价计划 但看来这一波连锁餐饮 涨势外食族的裤带 要越勒越紧了 记得顺应双方 泰北报道